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如今,越來越多旅居日本的愛國留學生等博主 拍攝了大量的造謠影片 像是跑去拍攝了東京大海 試圖用沙子是黑的 來證明東京被廢水污染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東京周邊的海域 現在的海水已經變得越來越黑了 才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們可以發現他拍攝的時候 天色已經近黃昏 等到他拍完之後 已經夕陽夕下 隨著時間天色越來越暗 海水本身看起來也會越來越暗淡 而且你說出現這個什麼死魚、死蝦、死螃蟹 這在任何的海灘上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從小在花蓮的海邊長大 常常會看到這種事情很自然 人會生老病死,魚也會 而且東京周邊的沙灘 我上網查了 大部分就是這種沙子的顏色 而東京灣跟西部的台灣海域一樣 呈現這種漸進式的油潛入深 不像東部海域 出去之後不到20公尺 馬上變成幾千公尺的萬丈深淵 所以這種海灘在漲退潮的時候 本身就會帶動泥沙變得更混濁一些 我不知道看他影片的受眾 是大海見的不夠多 還是怎麼樣 要黑 也要符合物理的常識去黑嘛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 不知道比中國高上多少哈 當然也比台灣高 但是我們台灣沒有吹 我們比日本健康 我們比日本安全 我們比日本好 對吧 但你有哦 要是真的日本海域變成你所謂 因為污染變成黑色 相信我啊 不用你來罵 全體日本應該有80%以上的人會站出來抗議 會站出來罵 而不是至今只有日本的共產黨 煽動人去抗議而已 像我以前看到有陸客啊 在痛罵我們花蓮七星潭 跟清水斷崖 超級醜 哦在網路上看到這些都是P圖啊 結果我發現啊 他發出來的圖啊 根本就是下雨天或是陰天去的 烏雲密布 你們這些人是不是都不了解大海啊 哪片海 在下雨之際是會好看的 海水顏色 與天空的關係 還有它本身密度的關係 非常有關聯啊 我不曉得你們是國中物理沒有學好是嗎 少讀一點 聖上的新時代中國特色主義讀本啦 不僅如此啊 這位愛國留學生博主 還去街頭訪問日本人 沒想到意外的被日本大爺給嗆 那你管回中國去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張影片啊 中國 日本から出てください 退屈してください 日本人なんで言う そしてそんな古着弾のお前 中国は日本に戦闘仕掛けてる ちゅうま あんた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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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じゃない 日本から退屈しなさいよ 穴が失礼だよ 中国の原発は日本人が今の九州に 高い日本の国戦術を 16人の海に戻してる あんたそれ知らないでしょ 中国やれないよ 日本の国の絶対正しいってこと そう 中国愛しているんだので 日本は マイクロモン 兄弟們 在国外遇到這種情況 千萬不要害怕 你越慌 他越會欺負你 跟他硬朗到底 我們身後是個 這麼強大的國家 你怕什麼 你們身後 確實有個強大的國家 強大到 你們都不敢 抗議中國政府 八州人民 桌州人民啊 河南村鎮銀行啊 這些儲戶 你們聽到 這位愛國留學生說什麼嗎 你越慫啊 他越欺負你 欸 中國人啊 在海外抗議就是 呃 抗議 抗議 打倒誰 在中國抗議就是 聽聽大老爺啊 幫咱做主啊 不願啊 越慫他越欺負你 你再高級黑嗎 而且 這位小粉紅 還故意不把 這位日本大爺說的 中國排放是日本的好幾倍 給翻譯出來 後面大家看到的那兩句啊 是其他反賊給翻譯出來 這個愛國留學生啊 他故意不翻給 抖音牆內的戰狼 非常的好笑 可見這位愛國留學生啊 就是要去騙流浪的對吧 而且這就是一個 邏輯悖論嘛 你既然覺得 這個廢水 非常可怕 你是有中國國籍的對吧 你可以隨時回去 為什麼要停留在日本 廢水大本營呢 不回中國呢 你現在應該做的是什麼呢 在日本集結撤僑 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啊 在日本留學的中國人 全部要撤僑 太過危險了 太恐怖了 不要跟我扯 因為這是 我留學啊 所以我不得已得在日本啊 我就問了 留學跟生命哪個重要 你可以轉學回中國讀書對吧 但你命都沒了 你真的啥都沒了 但是你選擇繼續在日本 生活讀書 吃日本食物 拍流量影片 那就代表你覺得不可怕嘛 對吧 而9月1號開始啊 台灣開放第三地中國人 可以入境台灣 那很多粉紅跟反賊啊 都紛紛申請 想入境我們台灣觀光幾天 但這是有條件的 首先你要拿到第三國的居留 簽證 留學簽證 長期工作簽證 甚至綠卡永居等等的前提之下 你才可以入境台灣 假使你沒有這些簽證 你是政治庇護的方式到了第三國 或是你是短期觀光的方式到了第三國 你是不能來台灣觀光的 尤其是政治庇護還沒拿到綠卡的反賊啊 因為你即便可以來了 你要怎麼回美國 你沒有美國的簽證 你要怎麼回美國 那依據台灣的法律啊 你就要被遣返回中共國了 OK 這個前提說完了 帶大家來看有位愛國留學生啊 在韓國非常想來台灣 他就在小紅書上發文 表示他已經拿到了陸台證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發文 一直說他想要去台灣省 還不把這個完整的陸台證給放上來 為甚麼他不敢放上來呢 因為完整的陸台證長 這樣不僅上面啊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沒有五星期 英文寫的也不是P.R.C. 相信又一堆親中的台灣人 要跟我玩文字遊戲的對吧 這個韓國的中國留學生 他說的是中華民國台灣省啊 那如果他說到的是中華民國台灣省 那不好意思啊 六都、雙北、桃園、高雄、台南 他都不能入境耶 他也不能從桃園機場進入耶 因為六都不屬於中華民國台灣省 你要跟我玩法條的話 他就不能入境桃園機場 因為這六都啊 與台灣省同級 不隸屬於台灣省 是隸屬於中華民國的直轄市 所以不要再跟我玩文字遊戲啦 你知我知天下之 這位愛國留學生他說的意思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的概念 恭賀台灣要迎來一堆粉紅的暴擊啦 到時候我們來看看這一幫愛國留學生 敢不敢來台派前面武統秀下線 相信我啦 絕對一堆台灣好客的人啊 不知道他們的立場 或是懶得跟他們爭辯 或者是被這些粉紅假裝自己是反賊 或是哦 我很愛台灣我差愛台灣 台灣水果很好吃耶 然後又要被騙對吧 或者是他們引導你說出一些話 但他們表面上一定是跟你嘻嘻囊囊 私底下把你惡魔剪輯 放在網路上說 你看我來台灣旅遊啊 遇到的台灣人都是支持統一的啊 支持我們的言論啦 相信我啊 他們的招數很多 千萬不要低估從那片土地上出來的人 當然我不是說全部防人之心不可無 這句話記住就好 Jack的事件只是其中一個版本 你們就傻傻的被騙 那這樣我也救不了你們 那更搞笑的是什麼 前幾天去抗議日本招牌的中國博主 這幾天又跑去拍攝 日本共產黨員抗議團 以及少部分日本抗議民眾的畫面 來營造一種日本全民80%以上的人 在反對這個廢水 甚至剛剛前面看到的那位粉紅啊 他也跑去拍了這個抗議的影片 我就想這些中國人什麼時候要回去 抗議自己中國的一些政策 看那些中國對於洩洪的看法 我想先說一個概念啦 在民主國家你可以有任何的理由 去抗議任何的政府跟任何的政策 即便你的理由多瞎 你的理由有多違背科學事實 你都可以因為立場的對立面 或是本身學識不足導致產生恐慌 而去抗議 這跟中共國是兩回事 今天這個可樂 如果我們台灣人50%以上 覺得這個可樂黑黑的好可怕 即便這個醫學數據 還有這些科學數據 提出來說 你只要喝飾量是不會有飾的 喝起來還會很爽 但是只要有50%以上的人 反對出來抗議的話 他是有可能被禁的 這無關他安不安全 所以我想問問 你各位看到這次抗議 日本派出了解訪部隊 跟武警去鎮壓了嗎 看一下桌州 霸州還有現在各地 深圳上海 廣州 爛尾樓的業主在抗議 你們小粉紅什麼時候 要去幫他們抗議維權 沒有吧 全部被屏蔽被打江山部隊 都留到外網才看得到 沒關係 這裡還有一個例子來打臉你們 一位愛國留學生 在8月26號 於日本駐華大使館外 舉牌抗議 靜坐 結果被公安抓了 理由是巡訓知識罪 但是他又未滿18 又愛黨愛國 所以你寫個悔過書就可以走了 中共給出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政府已經抗議過了 輪不到你來抗議 你要按照黨的步伐去走 對吧 雖然我們都朝著抗議的 日本步伐去走 但是 我中國政府沒有明面上 要你們出來抗議 你們去這麼抗議流行的話呢 欸 你比我激進 你就要被我抓 可笑吧 在中共國支持黨的路線 去抗議中國政府抗議的議題 還要被抓 跟古代一樣啊 園外出門跟人家吵架 園外旁邊的家庭出來 幫主人嗆聲 反被主人打一巴掌 誰讓你講話 你什麼身份啊 你今天敢站出來 幫我講話 就代表你有自己的思想了 對嗎 那你會不會哪一天啊 也出來反對我呢 誰給你這勇氣的啊 中共國法律 明面上 雖然寫著可以合法遊行進座 但自從8964之後 中共沒有給過任何一個 申請要抗議遊行的團體 跟人通過 然後中共又說 咱們中共國的法律 是可以合法遊行的 但過件率是零 這不是笑話嗎 這些人在中國不敢遊行 到了海外 卻天天遊行抗議歐美日韓 有時候真的覺得啊 北韓跟中共國比起來 北韓人民可愛多了 而現在日本很多的機關 已經裝好達陸機 只要發現對方講中文 就馬上切到 入製好的語音客服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您知道嗎 浮島第一核電站的 ALX處理水的海洋釋放 是在遵循國際標準和國際慣例 中國的核電站中 有的穿的黏處理量 高達浮島第一核電站的約10倍 真是聰明啊 我相信可能有些愛國留學生 或是打電話過去騷擾的中國網友 還不知道這次語音客服 一定會跟機器人交嗎 你個SB啊 你MMSL啦 我CMM你啊 蛤你在講什麼啊 殊不知啊 你在跟機器人對話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也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掰